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昨天是吧 还单独带了个条小狗 昨天过来五点多吧 我们是一号楼的 二号楼比较严重 这边吃的喝的还缺不缺 都挺缺的 吃的喝的都有 昨天晚上 本来有不少老人 你看 就是一些背的出来的 咱们这个街道和那个聚会 就是这些领导人 通知的到外 完了都去现场 今天现场 对我们都非常关心 我们就是积极注意大家撤离 昨天晚上通知我们 我们就及时出来了 虽然说是这个 随我无情 但是说 这领导关心特别贴心 让你感到非常温暖 安置了127人 我们就是户 他们这个A1小区呢 是靠着山边 红色预警之后 下暴雨 暴雨山上的洪水流下来 就冲了很多的泥沙 那个墙体 我们也怕暴雨冲刷墙体 有那个倒塌的危险 我们这个龙泉小学 是给我们准备了时间教室 我们提供了床 还有那个夏日的宝贝 然后还有那个食品 大家的情绪是非常坍定 我们下期再见